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吃的美食太多 一时半刻也讲不完 但有一样绝对有代表性 就是泰国香米 在世界许多国家 说到东方的大米 第一位提及的一定是泰国香米 泰国香米不仅仅代表了泰国的美食 还代表着亚洲的饮食文化 泰国政府为香米制定了极其严苛的筛选标准 让泰国香米成为全球的品牌 也就是闻名侠儿的泰国茉莉香米 颜色白净如茉莉花 米粒细长 外表金莹剔透 香糯的口感和独特的斑兰叶香味 让泰国香米成了许多厨师的最爱 在中国也一样受到欢迎 给我第一印象就很香这个米 刚开始我还以为它放了什么进去 后期认识到它就是这种品种 所以我的很多厨师朋友好像几分一种 泰国香米独特的香气让人回味 尝起来香甜嫩滑 口感绝佳 罗师傅说 广多人最爱吃的包仔饭 可以说把泰国香米的优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包仔饭呢 重点就是呈现给客人 客人打开盖 要用餐的时候的色香味型 它都具备 因为它香味保存得比较好 比较持久 泰国香米它本身很清香的味道 比较原始的味道 排骨呢 它的肉质 肉的香味也是比较单纯的一种 要再加上那个蒜汁 葱 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它很有弹性的米 米洗好了 用1比1.5的比例加水 接下来加盖 开始煮米 煮米的过程中 罗师傅一边准备配料的部分 首先切葱 以及红椒 红椒主要起到的是配色的作用 接下来准备切梅干菜 梅干菜在切之前可以先浸泡两个小时洗净 沥干水分以后 切粒 一半由于腌制排骨 一半厚放 那个梅干菜昨天就开始泡了 因为它是咸度很重的 吃出它的那个菜干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清香味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排骨也是昨天我洗得很干净 这个特点一定要洗得很白 那个血气要把它洗干净 排骨洗净以后 用生抽 蚝油 白糖 生粉 少量的梅干菜腌制20分钟以后待用 我这次的那个蒜 爽的那个蒜的做法比较重要 我是用来炸 炸完以后吃之前撒在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的蒜的香味是最浓 油炸蒜蓉有一个技巧 在入锅油炸之前 罗师傅先用水洗一下 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蒜蓉被炸糊 这个做法应该是我小时候 刚刚随徒的时候 那些老师傅都是这么做的 待饭煮到起泡泡时 将腌制好的排骨放到饭面 加盖继续转飞 慢火飞煮 包仔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配饭的酱汁 各家做法往往不同 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独特风味 像炒菇老抽 冰糖 洋葱 还有那个小葱 就这种小葱去熬制 可能熬两个半小时 把它熬得稠稠的 你看这个酱肉把它熬得稠稠的 它也不是很咸 不是很甜 但是很鲜 十二分钟以后 饭的水分干了 细心听到有吱吱声以后 再将剩余的副料全部撒在上面 做菜实际上就跟中医很相似 望闻问切 吱吱的声音就是判断它的水分还有多少 如果说感觉到它的那个滋响很快 它就是差不多了 水分就少了 水分少 加热就比那个水多的水快了 再加盖二十秒 几大功告成 这道梅菜排骨煲仔饭 与泰国香米完美结合 香而不咸的梅菜 天然浓郁的米饭香气 加上入味的排骨 味道各自增彩 却又互不抢味 陈冯显于1955年出生 台湾台北诗人 小时候一趟户外教学参访故宫 见到了两百多年前 清代雕刻家陈祖章的传世之作 雕橄榄湖州 让他大费惊艳 成了一趟微雕艺术的启蒙之旅 从小就展露艺术天分的陈冯显 对于书法 绘画皆有奢励 后来选择美工科就读 当兵退伍以后 进入台湾中央印制厂工作 专门制作印刷钞票的钢板 首次接触到钢板 钢针 微毛笔 放大镜等工具 有一天 他突发奇想地 在南瓜籽上刻出一幅山水画 没想到大受同事的好评 自此之后 他开始不断地尝试 在各种不同的媒材上创作 每一种的材质都有它的不同的困难度 石头 木头 竹子 黄金 金属 必须用各种的工具来尝试着克服它 米雕顾名思义 就是在米粒上进行雕刻 要在米粒上同时写字和创作图案 无论是画图或是书法 中间过程 如果有失误 就需要从头来过 米的本身呢 它是粉粉的 所以说你必须把它所谓的漂亮磨亮它 还有米呢 它是属于一种松的 里面很结实 刻下去呢 它是松松的 陈冯贤老师特别为每位人生节目 以泰国米为美材 雕出泰国舞者的形象 它是一个很沙实的 很实在的米 跟台湾米比较不一样 台湾的米比较短 比较胖一点 泰国米稍微长一点 因为它的扎实 所以说下刀雕刻呢 很容易地明显地留下出它的磕痕 这是一粒很好的米 成日买手在微小若尘埃的作品之中 陈冯贤也练就了一身心境专一的好功夫 讲身心灵调整到最静谧的状态 才有办法在如此微小的世界里翱翔 佛语里面有一句话 西米纳戒指 戒指藏西米 核爆之树呢 花语豪芒 一件很小的事情 它可以宏观到很大去 一颗很小的种子 它可以组长到一个两个人爆的大树 我动物出来呢 把小的做好 做精致 它可以启发人家 教育人家 比如说我做一个很小的砖雕 这个小砖雕呢 组合了数百人 数千人的砖雕呢 它可以美化整座城镇 整座的巷弄 整个社区 多年来 沉浸在它的微观世界里 陈丰贤深居浅出 为这项艺术创作不断地付出 一路走来 豪芒雕刻不仅丰富了陈丰贤老师的生活 也拓展了这一代人的艺术视野 来自国外各界的邀请不断 陈丰贤透过这门艺术 与世界各国做深度的文化交流 我呢 从小接受了这一支文化艺术的洗礼 我就一直的所谓的探讨 砖研 到现在 近四十年 那我会尽我个人的力量 把这一支文化呢 代表大中华的文化 我会把它产阳 一直的砖研下去 再做一个新传的工作出来 至于可以做到什么样 我会尽我个人的力量 一直的做下去 秉持艺术家的毅力与热忱 完成一件件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作品 观赏陈丰贤老师的作品之余 我们也见识到艺术家执着的风骨与情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